下來對什麼?鼻翼 鼻翼,就這樣輕輕畫 那眼珠下來對什麼?對嘴巴這個點 就記得這樣畫下來 那這個地方對什麼?脖子有沒有 這樣畫下來,先這樣輕輕畫 我現在就知道,我就知道他的位置的點在哪裡 那我就畫鼻翼 不要畫的是從上面,因為這是鼻頭會上來一點 然後這樣稍微修一下 你看,鼻子已經出來,有沒有很快 有沒有 素已經知道位置了,所以不難 按照老師告訴你的絕招去畫 因為已經破解了 那我剛剛說嘴巴素就是 這個素就等於這個對不對 好,所以我先量 那我剛剛,你如果真的沒辦法用手,你就用磁 去充分處理2-3.5 那這個一半就是上嘴唇 好,那我現在就知道下嘴唇就在這個位置 那上嘴唇就是這個位置 那因為我剛剛用尺量 你如果真的不行,就像老師一樣用尺量 那我嘴巴素有時候會有個小山丘 一直到這個地方 嘴角要往上,然後這是個小山丘 好,然後接下來接嘴巴這個唇 這個頭 然後接下嘴唇,下嘴唇比較厚 正常都是下嘴唇比較厚 正常的話 好,這是圓的 你看,素就出現了 對不對?而且位置都什麼?都是對的 不難,真的不難 如果沒辦法,你就多練 只能多練 你看,眼睛、鼻子、嘴巴都出現了 那接下來要畫什麼? 接下來要畫什麼? 畫他的這個 臉型 我們今天畫的是鵝蛋臉 今天記起來鵝蛋臉 以後老師有關在教你各種臉型 以後有機會上到老師的什麼形象 像服飾造型會教你臉型要配什麼髮型 很厲害喔 反正先血而淡臉 來 先這樣畫 我是不是有畫格子給你啊? 所以你如果真刷不穩 你就按到格子這樣畫 好,看他的格子 格子總會的吧 這樣畫這樣 所以耳朵會畫出去沒關係 這是很正常 輕輕畫 這樣是頭就出現了 你看為什麼會很高 因為我沒有畫頭髮 假設我頭髮先蓋上去 欸,你就會覺得 欸,這就是人臉對不對 就是因為這是頭髮的地方 然後臉型的話 把它修進來 畫鵝蛋臉 這就是下巴 下巴我先畫一個這樣子 然後把它接過來 這邊直接接過來 幫它修臉型 輕輕的畫 你看臉型是不是出來了 我還沒畫耳朵 對不對 好 百分之九十的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 時尚設計會畫 臉都是畫正臉 不論是服裝畫還是彩妝畫 你去看所有的雜誌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照片 都是正臉 這樣都老實意思啊 所以正臉一定要先練成 以後你再練什麼側臉 什麼臉 你自己去翻雜誌 就是要老實講的都對了 那百分之九十以上 都是正臉 好,然後再畫耳朵 耳朵就是 欸,耳朵我忘記講 耳朵就是眉毛 就是你的耳尖 你自己摸摸看 是不是眉毛過來就是耳尖 你自己摸摸看 那耳垂在哪裡 耳垂你這樣過來 就是什麼鼻子的 好,我覺得 鼻子的上面 好,就是鼻頭的上面 好,就是畫一條線 好,你就自己摸摸看 好,這就是耳朵 開始跟結尾的地方 你如果真的抓不住 你就拿齒這樣畫 你看我現在耳朵就知道位置了 好,眉毛的這個 好,然後結尾到這個耳 鼻子的鼻翼的上面 好,所以很重要 好,你畫出去沒關係 這個很正常 好,你看耳朵錄出來了 好,那我剛剛說 這個是不是對於脖子 我脖子的位置也有 我就直接從這個位置這樣畫 你看,就畫完了 好,對不對 然後到時候 你這邊畫完之後 你再複製貼上 就自己 因為我假如我這樣 我就自己 模仿我這個畫 我是不是就畫完了 整張臉 所以你們到時候